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第三天 看大家這個 滿面的那種 微笑笑容 應該是想回家了吧 不知道 這三天應該有特別的說話 我來自台東 我的故鄉在這邊 我的名字叫 阿美族的名字叫 Gazzo 不是蟑螂喔 也不是跳蚤 Gazzo是我們阿美族社會裡面的 菜市的名字 家家戶戶大概都會有Gazzo Gazzo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就是說這個人非常有眼見 看事情 有一獨到 就叫Gazzo 就可以娶他的孩子叫Gazzo 阿美族 Gazzo就是 就是 他的整個名字的由來是 過去 這個阿美族人齁 在東部 因為有很多的 外面會 侵略的這些民族齁 所以呢 就會設立一個高台 這個高台呢 就是瞭望台啦 這瞭望台就是要看遠方 看有沒有敵人的這個動靜 如果你的眼睛那個視力很好的話 可以看到很清楚 所以這個 這個瞭望台在阿美族的意思叫做 Bikazzo Bikazzo就是說 這些 上去的人 要去看遠方的人 那個地方就是Bikazzo 所以這個Gazzo是這樣來的 就是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把它解釋成 這個人和這個小孩 他處事的方式非常有 有前瞻性 又叫Gazzo 我不是在說我啦 自吹自擂啦 那我的故鄉 來自於這邊 Bikazzo 三仙台 有去過嗎 有喔 漂亮對不對 再過一個月 東北季風來到的時候 日出就看不到了 漂亮的三仙台 不過現在喔 這個 我們這個東莞處 在發包這個工程也很奇怪 暑假前 把這個訊息送到電視台 就是6月28的時候 準備要到放暑假了 他竟然把它播 各電視媒體全部把它播說 這個三仙台要整修 要封閉 那你們知道下場會怎樣嗎 三仙台只要一封閉 我們那邊觀光產業就慘了 所以那些要來 本來是要來看三仙台日出的 這一些遊客們 就不來了 所以導致我們今年 這個那邊的觀光的 這個觀光的人數 驟降 至少少了三成以上 少了三成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 政府做事情 沒有考慮到當地的產業 所以 它突然起來的 這個政策一來 就會造成地方很大的損失 那如果有機會 大家 台灣民政府一直正之後 可以注意這個部分 這可以注意這個部分 好 這個熟悉啦 這個是陸野高台 都在我們那個地方 柏朗大道 吃上米的故鄉 一棵樹就可以讓 好幾十萬人來這邊看 這個叫名人效應 名人效應 好 這三天 這個 從秘書長開始 一直在強調的是一個 日暑的概念跟美戰的概念 事實上 台灣民政府 今天一直把這個論述提出來 關鍵就在於說 這個 回到大日本帝國的那種地位 就是日暑的那種概念 一定要 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不要在這邊上 然後一回去 又 又是台灣人 又變成 台灣又不是 又變成台灣人的了 那這個是整個台灣歷史的階段 從馬關條約到舊金山合約 台灣就是這樣 馬關條約開始 舊金山條約 又是一個 另一個狀況的開始 70年後 那 台灣又要轉 又有一個嶄新的一個挑戰 嶄新的挑戰 有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這個大東亞戰爭 大東亞戰爭 事實上 這個就是 戰勝國跟戰敗國 交戰國雙方 這個征服者 就是所謂的征服者 戰勝的國家 可以定義歷史 可以定義歷史 如果戰敗的國家定義歷史 馬上會被這些盟軍 把它 口鬥 所以 事實上 大東亞戰爭的 太平亞戰爭的引起 是源自於日本 為了要 反 歐美的 列強 殖民亞洲各地了 這就是整個二次大戰 日本 為什麼要跟美國 鬥到底的原因 我們先看看這個醜陋的這個 自大的歐洲貴族 在那個時代 帝國主義興盛 那什麼叫帝國主義 就是 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 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統治另一群人 可以奪取領土 進行政治或經濟上的控制 如果說用 現在的語言來解釋的話 這個叫做 各國的利益 各國的利益 那麼 新帝國主義 大約在187年開始 對不對 好 那麼他們就採取 經濟 政治文化軍事 來擴張他的利益 因為 他們發現 歐美的國家 歐美國家就很貧瘠嘛 人又多 每個國家都一小塊 一小塊 一小塊 你能夠拿的資源也不多 他們就到了 1870年的時候 就發現說 亞洲這個地方是一個處女地 從來沒有被開發 所以 他們就用 他們的船艦 這個 艱強的船 那個海軍 就開始跑到 亞洲這個地方 他們發現 哇這個地方 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所以 他們就進入到這個土地 當他們進入到這個土地的時候 他們發現 這個土地已經有人居住了 只是 在那個時候的人 他是屬於部落性的生活 部落型態 就像我們阿美族 阿美族至少在那個 東海岸 當然 我是引用我們 台灣大學的這些 那個 他們 至少有三千年到五千年的那個 人居住在那個地方的證據 甚至有最久的 像你們有機會到八仙洞 八仙洞的遺址可以追溯到三萬五千年 也就是說台灣人 在台灣這個土地 有人居住是相當早的 相當早的 那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其實 當然我不曉得各位的狀況 我的狀況是怎樣 我們阿美族從來跟中國人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我們最近發現 這個裡面有一些毒 我們平常看不到 因為我們為了要討生活 我們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像我 我的 那個阿嬤的媽媽 她姓陳 他們有三個兄弟 兄弟姊妹 最大的姓神 老二姓張 老三姓陳 那這個狀況是什麼狀況 你們想想看看 這個是一個 用中國死官 來去 她講 好聽叫童話 事實上她是要去消滅你 因為我們 我們只是被 第一次被殖民 就是被日本 我們跟日本人打過 我們有跟他們對抗過 但是我們打不過他們 就只好 就接受他們 那是從日本人 我們才開始 才知道說什麼叫做被殖民 在過去都是我們部落 有自己的幾千年來 都是部落的一種形態 有自己的社會制度 有自己的那個 生活方式 那到了 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後 他就開始違反了國際法 違反了日內瓦公約 照理講 你不應該 來這邊 來這邊佔領台灣的領土 你不應該去改變我們的姓氏 陳不是我們的姓氏 我們跟這個 這個叫漢信 我不曉得平埔族的狀況 是不是像我們的狀況一樣 比如說我的阿公開始 阿嬤那邊開始 姓氏被改掉了 我們原來的族事不見了 然後呢 我還看得到我的阿公阿嬤 我的阿祖 像我的那個阿祖的哥哥 他就姓 他姓什麼 姓酷 為什麼姓酷 因為他阿美祖的名字叫古暴 那個傅政事務所 就問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就叫古暴 那就乾脆你就叫姓酷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當初被強迫 這個是一個嚴重的人權問題 被強迫說要接受漢信 接受漢信 好 接受漢信就算了 我們這一代看得到我們被 我們的 我的阿公的 我的祖父那邊那個年代被破 被改變 然後經過 我姓成了 在經過幾十年的 那個所謂的大中國死官教育之後 我的孩子 可能就已經不知道這個故事了 我的孩子可能不知道我的 我的阿公就叫古暴 五號之類的 一直到了我的孫子 他只知道姓成 到時候 他就 我到了我的 孫子 跟曾孫的時候 他就在想說 我們姓成 我們是不是從中國來的 他就要開始去探索他的 他要開始追 我的祖先 我們的祖僕要怎麼弄 他發現姓成 成從哪一個地方發跡的 他就到中國去 他就認為說 我們就是中國人 你們聽得懂的意思嗎 平埔祖就發生這個問題 他就認為說 因為我給你姓氏 給你漢姓 結果發現說 一直過了幾代之後 到我的曾孫之後 告訴你們 我的孩子會認為說 我們是中國 我們是從中國來的 這是一種毀滅一個 民族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經過幾十年之後 不用很久 七十年就已經 就這樣了 再過一個七十年 完蛋了 台灣人最後變成中國人 所以如果今天 當然這是一個 佔領者的優勢 你不聽話 我就把你殺掉 所以那個 他們在講說 228跟白色恐怖 這個台灣民政府 民主長他們告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答辯 跟那個法院講說 那個時候啊 1946年的時候 台灣人都沒有反抗 都沒有反對說 我不要當中國國籍 那你們知道原始的紀錄是 當初日本人有跟中華民國抗議 說你們為什麼要改變他們的那個 結果 蔣介石這個地方 就說 我們為了方便這邊的人 他叫做方便行事 就把我們的國籍給換了 就是一個方便行事 也沒有任何法院議序 沒有任何的那個 好 這就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 作風就是這樣 怎麼先講到這裡 先回到大東亞戰爭 好 在那個時候 新帝國主義 成因 主要是因為 基因資本主義的擴張與競爭 也就是所謂的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 所以他就要找新的地方 找 為了交通方便 飛機要有停靠的地方 船要有停靠的地方 所以他必須要去侵略別人的領土 好 過去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 歐洲的 為了他們 很久前了之後 就他們要完成民主 國家 他們的民主至尊 所以為了這個榮譽呢 他們這些大國就必須要有殖民地 也就是說 身為大國就必須要有殖民地 在那個時候 很流行 所以人類 一直有侵略 因為侵略而侵略的這種行為 因為宰割而宰割 這就是 帝國主義呢 就承襲了這樣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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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向 所以 那個時候 在道德方面 白人說 落後地區的人民的解放已開化 當時白人對 我們一般 除了白皮膚以外的人說 都叫做落後的地區 他們對我們是有一個崇高的使命 而白人的責任不是佔領 而是托管 侵略後的行為叫做 托管 這個侵略後的行為叫做白人的負擔 所以 這些人 就出現了什麼 貴族啦 平民的 關係 那個 階級關係 大英國寫的建立 我們看 英國 曾經是最大的殖民國家 有四分之一 全球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人民是英國 英國的勢力範圍 我們來看 這個大英國寫讓大家知道 因為 最後我們可能也會走路到這個步 這個路 這條路 那可能會用 邦聯體型態 以後我們有機會我們再談 那 好 當時 歐洲 國家 殖民的地區就這麼多了 有沒有 幾乎整個亞洲 東亞 東北亞 全部都有 葡萄牙 荷蘭 西班牙 法國 德國 都是歐洲國家啦 歐洲的列強 英國最多 英國在這裡 整個都是 最多 歐洲 義大利 奧匈 帝國 比利斯 統統都有 好 那時的大日本帝國 脫亞入歐 他們發現 亞洲的人必須脫離歐美這些列強的殖民 所以他們 所以他們就發起了 反 就是要開始 解放 被殖民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 政治構想 所以 大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提出的 東亞與西方的殖民統治中解放 也就是我們這些亞洲必須要脫離歐洲國家的 就是歐洲國家的殖民 所以 大日本帝國的總理大臣 就號召了大東亞新時期 宿利 日滿中 日制止大日本帝國 滿就是滿洲國 中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三個國家相互體系 也就是說 中國 那個時候 日本想要把它切割成幾個國家 切割成幾個國家 也是滿族裔你們自己的國家吧 漢族你們自己的國家吧 這個藏族你們自己的國家 唯有兒族你們自己的國家 蒙古族裔你們自己的國家 類似這樣 那結果 就在那個時候 以大日本帝國 東南亞東亞共存共榮的新持續 為目標 也就是說整個亞洲 它必須變成類似那種歐盟的形態 歐盟的形態 好 在1940年 他們就提出了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 這裡都有它的整個 都包含了什麼 印尼啦 巴布亞 吉內亞啦 新吉內亞那邊 都包含在裡面 當時在大東亞共榮圈開會的時候 接受的有這些國家 日本本國 以滿洲國 這個滿洲國 因為你戰敗 就被那些 蔣介石稱為為滿洲國 反正就是政治鬥爭就是這樣 然後中國 中華民國就是汪精衛的政權 以這三個國家為主的 然後呢他們就在1943年11月5日又開了一次會 那時候的代表就是張錦慧 王清衛 泰國也派代表來 菲律賓治治幫緬甸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 他們就在那個地方召開所謂的大東亞共同宣言 所以事實上印尼你看如果你有跟印尼的人溝通他會講中文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當初日本人在你們那邊怎麼樣他們很歡迎日本人去 超乎我的顛覆了我的想像 我過去一直認為這些越南人啊這個印尼人啊菲律賓人會很討厭日本人 其實不是那是被中華民國這個教育說哇日本是要把日本把他妖魔化 把他邪惡化 說日本是就有一點像他們把共產黨把說的一文這個說得多難聽 一樣 這都是所謂的政治的一個 工具來去怎麼樣去鬥爭 把 在你他可以掌握的地區裡面告訴他們 政治教育思想教育 告訴他們說日本人是壞人 共產黨是壞人 結果我們也接受了啦因為我們的環境是這樣 講到這個就228是跟那個 那個什麼白色恐怖就是這樣 他說中華民國 台灣人要變成中國籍的時候 台灣人並沒有反對 因為 你們認為死人會出來抗議嗎 不會啊對不對 哪個死人會跳出來抗議 因為抗議的人被殺掉當然不會抗議啊不是嗎 所以怎麼會有人抗議的死了啊 抗議的人都死掉了 剩下留下來的就是柯文哲所講的 留下來的都是聽話的 怕被殺的這些人 之後呢就接受了他的思想統治 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再來 這是他們的範圍 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這樣 其實日本大日本帝國也沒有說壞到說 連這個裡面他都要去 並沒有 也就是因為趁這個時候 中文產黨因為離俄羅斯太近了 所以他們的思想就進入 很容易就進入到這個後面 那大日本帝國可以掌握的就是這些 一直到整個太平洋的 島鏈的國家 好 就這樣 好 中戰條約的台灣 台灣料有這 一百多年以來 有兩個重要的條約 第一個就叫做下官條約 馬官條約 第二個叫做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你們可以注意喔 馬英九他們的談話 只要談到台灣的主權地位的時候 他們就會絕對不會提舊金山和約 他們會提馬官條約 但是不會提舊金山和約 為什麼 因為 只要讓台灣去堵了舊金山和約 建廣使 連台灣關係法碰到都要 到退路 因為為什麼舊金山和約 它是世界各國 全世界各國所簽署國會通過的一份條約 所以他的 他 這個概念應該大家都有 因為一般的公報 像817公報 那個中美建交公報跟那個 1972年的上海公報 那個叫公報 那不叫條約 那台灣關係法 它是美國國會通過的一個國內法 所以它也不是條約 國家跟國家 牽扯到國家各國的這個 很重要有牽扯到主權領土的時候 才會簽署這個條約 那這個條約如果說讓台灣人去堵 中國人就沒有在台灣的 正當性就沒有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正當性就沒有了 事實上早就沒有了 只是說美國還持續把它模糊化 美國人就 騙台灣人說 我們雖然 跟中國建交 但是呢 我看你中華民國 我們也幫你視同一般的國家來看待 他就 這是一種騙數嘛 但是台灣人就津津樂道說 哇 美國還幫我們當國家來看 事實上是 自我感覺良好 自己騙自己 那為什麼馬英九只要談到台灣地位的時候 他就不願意去 去避談 百分之百避談舊金山合約 他一定把開朗宣言拿出來 還有那個 布置堂公告 這兩個公告 就想要取得台灣的領土主權 你們認為 你們很合理嗎 你們認為這樣是對的嗎 這肯定是不對的啦 肯定是不對的 這個秘書長有給你們看過了嗎 這個再給他加成影像 大日本帝國擁有台灣的主權 來 這個永遠讓你日本 我透過 我跟大家報告我的經驗 我的遺葬他說他對歷史很有研究 他就告訴我說 馬關條約的時候 日本 侵占台灣50年 他說用侵占的啦 事實上按照這個條約 有沒有這個問題 和平的方式 定令去合約 是跟我們 以前讀書的那種觀念說差很多 好 再來 這裡有提到台灣全島及附屬群島 附屬群島是什麼 這個是在條約裡面出來的喔 附屬群島是什麼 三仙台算不算 龜山島算不算 燃里綠島 彭家宇 彭家宇 肯定不是這些啦 不只這些啦 來我們來看這個地圖 一般離台灣很近的那個島 有一個叫做雲納國島 大概100公里 可是我們到釣魚台有190公里 雖然100公里的比我們近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從來就沒有主張過說 這個島是屬於台灣的附屬群島 是因為大家 世界各國認為 這個是屬於板塊的那個 那個地理位置 因為台灣跟釣魚台是同屬一個板塊 所以這個附屬群島在割浪的時候 連這個邊的群島都割浪給 都變成台灣的附屬群島 就不會變成琉球群島的附屬群島 因為琉球群島是另外一個板塊的那個 那個地理位置 所以你們看這邊就很清楚 這邊有一個小塊 這樣的一個地理的那種 釣魚台這個地理的那個位置 蠻久在哈佛大學的論文就是這個 釣魚台是台灣的 他不是講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 好 好 再來 武力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我想這個大日本帝國到台灣之後發現 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那麼簡單 所以呢 一直到了1906年 他們發現 1895年 1906年 11年的時間 這一些高砂族的人 還是不願意接受日本人 所以呢這些當時的總督齁 就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要處理 所以就叫他的參事 此地六三郎 就跟這個美國的駐台領事 所提供的美國政府 以印第安的鬥爭經驗 對高砂區 就翻地啦 的問題提出一件 結論是 因為 因為 國 這些人齁 這些高砂族的原住民齁 國家對此 叛逆狀態 之身翻擁有 討伐權 其身殺與躲 因此在我國家 處分權的範圍內 有時候美國人說 這個地方是我們征服而來的 那至於這個土地裡面的 這些財產 人民 我們有權力去征服 所以因此 這是美國人給日本人的建議 日本人說 好 身為一個文明的國家 我們必須依照文明的國家 以及國際的慣例來進行 所以因此 日本就開始用武力 來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那1906年 在討論的是整個地位 他們說 因為 當時的原住民 就是高砂族人 他們都是用部落的 我們講部落主體 像我們阿美族就是 這個部落跟那個部落 我們管我們的部落 你只要侵犯到 我們部落的領土 任何的東西 我們就要 找你 為你試問 所以一般部落都很節制 不會去超越人家的 海域啊 山域啊 就是獵場 來去打獵或者是去捕撈 就幾千年下來就是這樣 經過了幾千年 被這個社會制度 是這樣形成的 那麼 那麼 那個 這一些人在那邊討論的時候 他們找出了一個結論 他說這些部落型態的 這人 他不是政府 也不是政府 所以 就 也不是國家 所以呢 既然他不是政府也不是國 如果說他有 他是一個政府 的型態的話 日本人會跟他們談 啊 到底我們要怎麼 怎麼和平相處 如果說他不是 那個 政府型態的話 他就是 所謂的部落型態 部落型態 就可以 用征服的方式 像印第安人一樣 用征服的方式 來取得當地的這些人 的財場 跟土地 好 武力征服高砂族的領域 第一個 我所知道的七角川事件 發生在1908年 因為在花蓮 這個 受封一帶 一個 他說每一個 每一個年齡階層的人 都有 五百到六百人 六百人 你知道一個年齡階層 有幾年嗎 五年 五歲 如果說他的年齡階層 是從十二歲 到了六十歲 來算的話 六十歲以上 不要算 或者不要那麼老 五十歲就好了 大概有幾個年齡階層 從十二歲 到五十歲 那我們假設有十個年齡階層 也就是說 光是他的勇士 男的部分就 就近一萬多人 也就是說這個 這樣的一個力量 在過去 部落形態的時候 是抵禦太魯閣主 出草 的威脅 所以日本人看到這些 阿美族人在那邊 形成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聚落的時候 他們發現 哇這個不行 一定要征服 否則的話 這個殺起來 日本人也 死傷不少 所以就跟他們去 開始談 開始談 開始談的過程當中 就發生了很多 很多的一些 那個 就產生了一些 那個 洩鬥 一直到 這個 四十一年 總共翻了三個第一次 這個拉得很長 它不像 烏射事件 跟馬頭套事件很短 一直到 也明治四十二年 就一九零九年 第二 才開始 就進入到末生 末段了 一直到了二月十七號 他們就 在那個地方 有一些爭鬥之後 最後在三月十五日 台東廳長 當時的花蓮 是屬於台東廳的 他們就 一起道理以為 就是今天的受風 主持歸順者的歸順儀式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你們不歸順 很簡單 你們就要被 消滅 以其被消滅 乾脆就歸順好了 最後 幾千年來 第一次 被 接受了 強大的 殖民政者 殖民者 就是第一次 就是大日本帝國 所以呢 那個時候呢 就連同 那個 那個 泰巴朗 那個 那個 馬太安 那邊的那個 齁 一直到了那個 瑞穗那邊 有一個 齊美部落 那邊的頭部 全部叫過來 所以那個區域的 整個花蓮區的 全部就被 在那個時候 就被大日本帝國征服了 好 第二場 在城廣 這個是屬於海岸線的狀況 海岸線 就在我們那邊 也就在三仙台附近 發生的這個戰役 這個是在1911年 發生的事情 所以 這個事情 引發 都立本社頭目 阿善 和其他頭目代表 他們把 這個日本人 打死之後 就開始他們認為說 這個 一不做二不休 就 響應了各部落 各部落 就 就接受這個響應之後呢 就 那時候城廣澳 城廣澳支廳 就是台東廳的一個支廳 類似郡 現在我們概念中的郡 一個小縣 的一個行政中心 結果他們殺到了那個 城廣澳 城廣澳公學校 就是現在的中校國小 在三仙台附近 中校國小 112年 他們已經112年 很早很早 所以他們殺到那裡 整個日本人 死的死 跑的跑 這個都跑光了 那這件事情 驚動到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 所以總督府就派了 派兵 有沒有 從台北廳 宜蘭廳 台中廳 台南廳 台中 那個台東 台東廳 就兵分南北 圍剿阿美連結 哇這個很 很大的一個陣仗 最後就在這個 中校國小旁邊 這個就派出所 以前的曾國奧斯廳 剩下的 就剩下 這兩個還在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被 這個中華民國把它 拆除掉了 現在還是派出所 齁 就在這個地方 舉行和解 這個和解意思很重要 因為這個 曾國奧斯件是 如果大家有去 台東市的話 有一個馬 亨亨大道 馬亨亨大道 是紀念那個 馬蘭的大頭目 叫馬亨亨 馬亨 那時候日本人 請馬亨亨來 跟這些人來 協調 那這些人 不願意接受 日本人的那種 投降 那馬亨亨就說 你們日本人 搞出來的事情 你們自己決定 決決 我沒有 我做不到 那後來日本人怎麼想 怎麼辦呢 後來他們想出一個方法 就請這些頭目 這些格高望重的頭目 把他請到日本去閱兵 就是招待他們 他們看到那些馬亨亨大頭目 發現這個日本的那種兵器 他們的軍艦 他們的大炮 太強大了 後來就跟 部落的人說 不要打 不要打 你們絕對打不過他們 他們的武器太強了 所以 馬亨亨頭目 說服了這些頭目們 說我們要不要和解 要不然如果你們 不願意投降的話 或者和解的話 你們 將會被 消滅 那主人聽到說 被消滅 算了啦 不要消滅好了 要不然下場會像那個 那個賽德克巴萊的狀況一樣 他會怎麼樣 自殺 跑去自殺 反正要死嘛 就把主人全部趕到山上去自殺 吊死的吊死 會這個樣的一個下場 所以因此 有些在開會的時候 有些頭目就認為說 如果說日本人給我們的條件很好的話 我們就接受吧 所以日本人給他們 當然一定有談判 有條 他們說土地給你們用啦 我們只要 掌握指揮系統就好了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 如果你們看到那個 徐老師的 徐格林的 你們就可以知道 那個大三格林 他不是說他那些頭目們 日本人喔 日本人喔 日本的軍官就帶 帶著主人 各主的頭目 各部落的頭目 他們要拍照 結果你們有沒有看到 每一個頭目腳下是什麼 人頭 那時候日本人 也接受這樣的行為 也就是說 當時候你的人頭是 英勇的象徵啦 在當時 當時的 高砂族 那話說回來 高砂族 雖然接受文明不到100年 你們想看看 賽特克巴萊 1930年 現在多少 2015年 今年85年 不到100年嘛 對不對 那我們發現 我們 竟然經過這70年 這幾十年 這100年來 也不到100年 這幾十年來 竟然 這一些高砂族的 文明超過中國人 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啦 有認同啦 為什麼 我們至少不會 隨地大小便啦 至少 不會 那個啦 絕對是比他們 而且我們不會在 火車上 在公車上 大陸上 絕對不會 是有受過教育的 所以比起來 真的 我的認為是這樣 我們是有 雖然這個話 是有自我優越的感覺 事實上 是 確實 我是認為是這樣啦 或許我是自我感覺良好啦 好 無色事件 這個我就 不加以贅述啦 這個大家都知道 好 剛剛講提到教育 那個高砂族的文明 從日本時代就開始了 日本同志時期開始 這個部分是台灣的 這個部分是日本的 日本級的 台灣級的 從1904年 3.8% 100個人 只有不到4個人 讀書 到了1944年 有71% 很高 很高 對不對 大概40年的時間 我們的助學的普及率 已經相當高了 也就是 100個人 裡面7個 所以過去 高砂族跟高砂族 那個 的通話 都要用日本話 我跟我的 岳父 我的爸爸媽媽 用 主要的語言是我們的母語 那 他們的語言共通語言是日語 他們是用日本話來溝通 好 再來 領土被佔領的人民 我們就是被佔領的人民 為什麼 證據就是1945年9月2號 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對不對 這個就是證據嘛 我們確實是被佔領的 9月2號的命令 命令蔣介石要在北尾16度以上 北越跟台灣是由蔣介石來佔領 所以佔領 為什麼變到最後變成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個過程都是一個詐騙的一個過程 我這都是騙台灣人 騙太久了 再來 我們來看舊金山合約的第二條 台灣跟朝鮮的處置不同 如果真的台灣搞獨立齁 在那個時候就可以搞獨立了齁 就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金山合約變成台灣地位的最終的條約了 你看朝鮮就是嘛 有沒有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這樣就好啦 就這麼簡單 不用囉嗦 朝鮮獨立 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就這麼簡單 那台灣呢 台灣是被放棄了 Renunce Renunce 那被Renunce的這些領土很多 獨島也是被Renunce的 所以有一天大日本帝國會把他要回來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 並放棄對朝鮮 包括紀州島 紀文島 玉琳島 這所有權力 一樣 他的文字跟我們這邊的英文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啦 依據國際公約善待被佔領地的人民 好 這個公約我們先講齁 如果馬英九硬要爭兵 後果會怎樣 所有簽約的地區必須充足的法律 當日內瓦公約被侵略時 要 此成為最嚴重的刑事罪行 因為這個日內瓦公約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94個國家了齁 194個國家 所以 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 被佔領地區的人民是不能當兵的齁 來 條文在這邊 好 凡自佔領地 將被保護人或個別集體 驅逐佔領國之領土 未被佔領之國家之領土 無論其動機都所見 也就是說 他們不能把我們大量的 用各種方式喔 都不允許喔 從這邊移到那個地方 從你的原來的祖先給你的土地 把我們轉移到別的地方 這個事情發生在蘇聯時期 當時那個阿爾巴尼亞跟那個薩爾維亞 薩爾維亞一直認為說 阿爾巴尼亞是我們的發源地 結果呢 俄國人很壞 他把大量的移民把它遷到那個地方 結果經過幾十年之後 二一的阿爾巴尼亞的人民 比原來的住民還多 所以呢 那個時候 阿爾巴尼亞想要從 塞爾維亞脫離獨立 那這個時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領土是塞爾維亞的 結果 人比較多的是 俄羅斯的 他們說 俄羅斯說你們獨立吧 這樣 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人權跟領土權的一個 對撞 到底是領土 要站在領土權還是在那個 所以 阿爾巴尼亞公約必須要去禁止 這一些武力強大的國家 有能力征服的國家 你們的行為要被截制 你們必須要被截制 好 這裡 他說 佔領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 以變兒童之辯任其父母之登記 該國絕不得改變 彼等著個人地位 有沒有 我們阿梅族就是嘛 有沒有 我的小孩子 到了我的蘇娜的時候 就不認識 他們就說我們就是中國 因為我們姓成 我們姓成的 從哪裡來的 從中國來的 那我們去中國 怎麼樣 行更 真的是荒謬 荒謬齁 真的是荒唐的事情 這個太離譜了 這個 真的是 離譜到 到了極點了 所以你們 如果是你認為你是平埔族的 你們可以回去 這個姓氏 可能絕對不是你們的 你們可能是被灌的 或是被朝廷給你們 像潘姓嘛 喔 你是住在水旁邊的 海旁邊的 翻人 就叫 我就給你姓潘好了 三點水嘛 水翻潘嘛 對不對 OK 好 再來 帳國 在領國 不得強迫被保護人 在其武裝或輔助部隊 任何情況都不行啦 壓迫的要 宣傳也 也不行 這個叫做什麼 你就是不能徵兵啦 我們 你就算是半性子 那個一半的性子也不行 這是在日內的公園是不允許的 不允許的 甚至有這裡 擔任所謂參加軍事行動的義務工作也不行 然後 像我們那個義務兵啊 本來就不行徵兵啦 這個就是不能徵兵的意思嘛 所以 占領國不得強迫被保護人 使用強力的方法以保證彼等軍事 從事強迫勞動所在之設備之安全 有關軍方的 在任何情況下 真公不得變為動員工人參加軍事或半軍事性制組織 都不行 對不對 寫得很清楚 這個 奇怪我們的 現在這個台灣的治理當局 什麼樣的惡事都幹盡了 好 主要佔領全國依據條約正確形式 好 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美國嘛對不對 美利堅共和國 來這裡喔 來 第二十三條 美國確認是台灣群島的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台捧群島啦 台捧群島啦 台捧群島 這裡說喔 本條約之簽署國包括日本在內 應經國會批准 本條約至日本之批准文書 以及包含作為主要佔領全國的美利堅共和國 美利堅合眾國 這個應該不會騙人啦 你們怎麼翻就是這樣 這個意思啦怎麼翻 好 台灣獨立引發戰爭 剛剛寫得很清楚嘛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美國嘛對不對 那你還要跟他談獨立嗎 這是很奇怪的問題喔 好 讓我把話說白了 這個是在布希的年代喔 2006年 對 中華民國 副國務卿 副國務卿算是二號人物嘛 他就在 這個美國會的聽證會那邊喔 就跟 國會的 因為很多國會議員 我們的參眾議員 很多中華民國養的 有政治獻金的啦 或者是一些有 那個 金購的那些 參議員 就對 中華民國啦 很 很友好 很友好 因為養了很久 那 他就 這個 副國務卿 卓立克 就直接把話講白了 他說 你們就讓我把話說白了吧 獨立意味著戰爭 我們不鼓勵那些企圖獨立的人士 美國的立場就是 不准我們獨立 那為什麼我們這邊還是多 還是有那些言論出來呢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啦 好 我們來看他的內容 美國反對台灣獨立是因為台灣會引 台灣 台獨會引發戰爭 美國會被捲入 所以意味著獨立 意味著 戰爭 意味著 美國士兵 水手 空軍 海軍官兵 都要被捲入 好 所以 48萬顆炮彈好了好不好 打個2萬顆 打那些軍艦夠用了吧 他們敢打嗎 連一顆子彈都沒有 所以 中國跟台灣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光從這個部分 中國是很 很節制的都不太敢去 去超越這個部分 因為他知道 台灣的背後還有一個 更強大的力量 好 這個部分 讓大家知道就好了 台灣人 就罵美國人 美國人吃飽撐了 是不是啊 我們又不是什麼 統派的 什麼總統網特的 搞詐騙 台灣是台灣人的 台灣跟美國 沒有關係 這就是台灣人的口吻 台灣就是台灣人 他不知道台灣照以那個 如果你要講說台灣是台灣人的 我們最有立場啦 對不對 我們英俊民跟中國 一定 對不對 我們要講 要獨立 我們 要找你們來獨立嘛 對不對 我們是最有立場 比我們更早到還有一個地方 叫蘭嶼 大家都很單純 都是蘭嶼的人 導務主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跟 他的領土完整啊 對不對 他可以跟 聯合國宣布獨立嗎 是不行的 這個是 來 再來 我簡單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再加快 這個 台灣是美國的管轄佔領地 台灣的事就是美國的國內事 美國依據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以及日本簽署的究極章可約 當有義務 保護台灣是美國管轄佔領地 所以 當你發現這個 這個文字的時候 你就 你回想看看 從1996年 李登輝選總統 不是什麼 導彈試射嗎 只要中國 一嗆嚇美國就來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航空母艦就來了 最近還有那個 神頓級的 神頓級的驅逐艦就來了 你看 那個照片 結果中國的那個金圈 就在後面看他 也不敢 也不知道怎麼辦 只能看著他 那 美國的模糊策略 就是說 讓台灣人搞不清楚 美國人在幹什麼 台灣人搞不清楚 美國人在幹什麼 這個就是 你就可以 發覺說 原來美國做事情是非常細膩的 他這件事情絕對不會很莽 很莽撞 因為他怕被世界各國 在聯合國那邊去對罵了 因為中國跟俄羅斯講話就是 講話就是那種 他們的那個政治 外交的語言很厲害 可是美國人不給你玩這個外交語言 我就跟你講 我們講的是意識力 所以他這次美國 每日 安保條約剛通過嘛對不對 昨天 昨天凌晨發生的事情 其實你台灣人知道嗎 美國人在幹什麼 懂 你台灣人懂嗎 你們都不懂 因為台灣的媒體不會播 光是我們遊行的那個 全台同時遊行將近五千個人 這麼大陣仗的遊行 竟然 媒體看不到 完全沒有 我就問我的同學 我的同學說 同學 你有沒有幫我看 各台有沒有 完全沒有 他怕什麼 他們在怕什麼 他就是刻意給你封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我們那邊寫的四個主要的訴求 台灣人不用當兵 你們說要徵兵 台灣人說不用當兵 對不對 他拿台灣民政府沒者 因為 秘書長一直一再交代 台灣民政府的任何人 紅心官員也好 都不要去衝撞中華民國 因為畢竟我們還要尊重 他現在是美國所承認的台灣 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 除了美國的戰民地 台灣是日本領土的台灣 所以你要台灣獨立 就不要想 台灣根本沒有統一跟獨立的問題 只是說這些政治人物 因為台獨跟統一有什麼好處 有選票 對不對 所謂的藍綠操作嘛 承認同一的就往藍 承認希望獨立的人就往綠 那蔡英文現在是怎樣 蔡英文現在是走中間路線 因為這樣比較多啦 比較多 所以 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這個是美國 AIT就是我們的台 那個美國在台理事會 在台協會的理事長 他就跟 他就突然就寫一個文章 就報導媒體 他說 蔡英文的陣營 默默的在跟中國 密談 密談協商 哇 如果這個消息曝光起來 結果台灣的媒體 尤其是那種 有線電視什麼 從49台到56台 完全消送內機 這個信息全部被壓下來 全部被壓下來 好 我們這個就 就帶過就好 好 再來 美國軍事政府 這裡寫到 USMG 對日本台灣有管轄權 這個管轄權 從哪裡的手上拿到的 第二條寫 日本政府 那邊 就是日本政府手上拿到的管轄權 至於領土權 並沒有 展到這個美國 要不然台灣會變成美國的屬地 所以那個有些 我們台灣也有一種言論叫做 美 就是美 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州 所謂的美洲派 OK 40分鐘 45 OK 好 那我要縮短了 加快 好 這裡 對目前正管理該地區之當局 當局是指誰 中華民國 以其居民 就日本以日本國民之財產請求權 這債務之處分 以及該當局對日本 與日本國民 就該當局其居民 在日本之財產或包含債務在內 這請求 這處分 另一條 也就是說 一線狀歸還 也就是說有一天管理當機要走了 要換了 他跟我們拿的東西 全部要還給我們 原來有的東西你要還給我們 以線狀歸還 這個很難 我們要這個跟中華民國追 現在中華民國有一個絕招 你們知道嗎 中華民國不存在 也就是說 台灣人要求償追不到人 這套 奸詐吧高招吧 他就說中華民國不存在了 那你要跟誰追 那律師長 也不是省油的燈 我們找中華民國的繼承者追 繼承者是誰 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 對不對 所以 美國不怕中華民國 中國啦 為什麼 因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 對不對 很簡單啊 要不要還啊 你的 你的那個什麼 外匯存體在我手上啊 買我的 買美國債最多的也是中國啊 對不對 你不還 你不恢復原狀是不是 啊我這邊就這個錢我就給你扣下來了 合理啦齁 這個是 美國的 想不到這樣會有掌聲耶 爽 OKOK 原來這個部分你們比較有興趣啦齁 OK 我們 其實這樣很簡單 台灣民政府齁 不管什麼輿論 來挑戰你的時候 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也是這樣啦 我過去 也是很容易被一些現狀齁齁 我們現在的那個現世狀態齁齁 所 所 所影響 比如說只要一個 像上個禮拜齁齁 有一個同心就賴我 他說 你去看中國時報齁 他說那個佔領 美國不願意佔領台灣了耶 我說你 你能不能把原版給我看 後來原來 他講的跟 內容還是有一點差距啦 他們就緊張了 欸這個 怎麼辦 我們走到這個地步了 竟然美國搞這套 我說放心好了 很簡單 我就回到一句話 不管任何狀況 不管美國有任何的狀況 狀況給嚇 或者是中華民國的媒體怎麼亂寫 你都不要緊張 只有回到舊金山合約 不管你用台灣關係法 因為台灣關係法 要依據舊金山合約 我們只要回到舊金山合約 叫美國說 回到舊金山合約辦事 你只要心理上握住舊金山合約 這個是所有台灣 台灣處理 台灣的所有的 唯一的法源依據 台灣關係法也是依據 舊金山合約來去 去制定的 所以我們只要有聚金山合約 這個就是我們自盛的法寶 所以不要擔心 未來人家給你怎麼亂寫 不管什麼開羅宣言 開不出黨公告 關你什麼關係 什麼選舉 回到聚金山合約 就會讓台灣的地位 回到正常化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謝謝 有信心了 有信心了 不管什麼動亂也好 不管 OK 好 這個是 有沒有 USMG 有沒有 全世界齁 我看只有我們台灣 民政府敢用 拿這個MACO USMG 誰敢 民進黨敢嗎 其他的社會 那些民政組織 那個組織敢嗎 不敢 我們用這個USMG這麼久 中華民國員 也不敢對我們怎麼樣 有種最好他就說 我們詐騙集團來啊 對不對 他上次質疑我們的身份證是假的 不是假 他不敢質疑是假的 他說我們的身份證 目前在台灣沒有效力 他是這樣子說 他不敢講的很明確 那後來我們的發言人就說 那你們的法言議據是什麼 我們的法言議據就寫在身份證的後面 有身份證的記者 有沒有 趕快申請啦 有嗎 有有有 OKOK 還好 甚至這樣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好 日本承認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以國 日本國民財產的 處分的有效性 好 所以 台灣有沒有 統一跟獨立的問題 完全沒有啦 我想那個 那個就是 政治工具 統獨 統獨 是政治工具 選舉用的工具 所以 然後再來 第二條領土放棄 所以我們回到 究竟上河葉第二條都是很明確 很多島我們就會知道說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說 大日本帝國有哪些土地 事實上 按照台灣的地位就發現說 有沒有 連日本政府放棄千島群島 他的放棄的方式跟台灣的方式 一模一樣 所以 北方四島也好 南華泰就是 有北華泰跟南華泰 北方四島的西方 西邊 的地方 南華泰 日本也要回來 北方四島 日本也要回來 再來 南沙群島 台灣是在第二條嘛 對不對 像 那個 濟州島 獨島全部都說 日本還是要把它拿回來 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就是西南群島 也一樣 放棄的狀況也是 都跟台灣的狀態是一樣 最後回到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這個土地 土地 土地全部要回到大日本帝國的 地位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台灣的地位正常 為什麼 新安保又通過 你們可以注意喔 第一次在特別委員會的時候 待會 我那邊有報導 好 過去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個部分我們就不提了 我們就 好 我們先提到這個就好了 除美軍以外 應繼續日本 這是 在第幾條 第六條 注意看喔 第六條 他說 本條約生效之後 所有聯盟國之佔領軍 應撤出日本齁 此向撤軍不得晚 以本條約九十天 日本聯盟國 締結有關外國駐 的駐紮 軍隊駐紮 保有日本領土之雙邊或多邊協議者 不受條約 這個本條的規定 也就是照理講 就今天合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號 生效的時候 所有的盟軍 全部要撤出日本的領土 齁 所有的盟軍就要撤出日本的領土 那麼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什麼沒有撤軍 因為在一九四八年的 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日本派他們的那個外交部的一些官員來到台灣 簽了一條條約叫台北條約 有所謂的日 那時候叫日華條約 或者中日條約 這個條約 讓中華民國的軍隊 得以繼續在台灣 因為這裡有 除了 日本跟 這個佔領者有雙邊或多邊的協定 除外 好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 美國把琉球群島還給日本政府 還給日本政府 那時候台灣 已經 不被承認了 那時候的中華民國已經不是中國的代表 對不對 那時候不是退出聯合國 他們講是退出聯合國 應該是被踢出的 好 日本就要轉而跟中國 現在的中國 建交 所以因此這個台北條約沒有被據成 並沒有被據成 因為日本不同意據成 也就是日本同意才可以據成 如果日本不同意 他就不會把它據成 為什麼道理很簡單 美國也好日本也好 他們都是反共的陣營 他們討厭共產黨 他們不願意用共產主義來 治理他的老百姓 好 所以台北條約那時候就失效了 那中華民國的軍隊為什麼還在台灣 美國人 在這邊就出了一招 美國在1954年的時候 跟中華民國簽了一個所謂的 中美防疫學定 所以美國用顧問團的方式來台灣 美軍顧問團 所謂的顧問團就是退將 或者是現任的將軍 美國現役的將軍 或者是太平洋艦隊會派人 來跟中華民國的軍隊 來去做 有關作戰的那種細節 那一直到了1979年 1979年 照理講 中華... 這個...那個... 中美的那個防疫學定 被台灣關係法 換...那個取代了 所以... 現在... 從1979年以後 美國對台灣的事務之後 的事務 以... 一例要用什麼 台灣關係法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美國 國內法 所以洪信問我 他說 中國想要應來怎麼辦 我說... 中國... 我說這個是... 台灣的事務 哪輪得到中國去說三道士 不是他的民主權 他憑什麼來台灣 說三道士 他是沒有權利的 那... 那有種他就跟美國一樣 簽一個所謂的 台灣關係法 對不對 全世界只有一個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沒有中國台灣關係法 沒有對不對 所以...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那... 中國是不是 我也要簽一個中國 的台灣關係法 所謂... 中國的國內法 那... 美國說你有種 你就試看看嘛 對不對 好...繼續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以華府起訴 美國跟中華民國 這個... 在台灣也是一樣 銷聲匿跡 看不到任何的那個... 媒體的那個... 好... 那我們來看整個內容的 這個一段就好了 該組織就是指台灣民政府 還要... 還要求美國放棄台灣關係法 恢復舊金三 我想這是我們的... 力量 美國人都會怕的就是 我們只要拿舊金三合約 他就... 乖乖的... 因為什麼... 我們越是拿舊金三合約的時候 美國就要開始燒錢 如果說他模糊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 他說... 把舊金三合約把它冰起來的時候 美國可以省很多錢 還可以賺錢 但是呢... 當舊金三合約 跳出來的時候 美國的... 美國就要燒錢 為什麼... 很簡單 佔領者本來就是要... 負責... 保護... 當地人 所以... 只要美國一佔領台灣 就沒有徵兵的問題 台灣只要經濟出問題 美國要出錢來... 來補助 就像波多黎克嘛 波多黎克就是... 美國呢... 已經養他100年了啊 對不對... 本來600億... 現在... 波多黎克說我們要破產了 你要補助我們 800億美金 台灣未來 如果說變這樣的話 美國說... 哇... 這邊800億我們已經頭痛了 現在在台灣一個 我們... 那個波多黎克 幾百萬人而已啊 台灣2000多萬人 你給... 給他一倍 哇... 我們每年你看看 是不是跟美國拿 1600億美金啊 對不對... 誰叫你要佔領我們嘛 對不對... 要不然就還我們... 把我們還給大日本帝國啊 對不對... OK... 好... 回到舊金山合約 OK... 這兩個有沒有人不認識的 矮的是誰... 矮的是誰... 日本天皇嘛 齁... 現任的天皇 高的是誰... 歐巴馬嘛 對不對... 啊... 這兩個人是什麼... 台灣主權的最終地位 就是要... 這兩個人決定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矮的叫做... 下官條約 高的叫做舊金山合約 一個叫... 管轄權 一個叫... 主權 OK... 今天我們上個... 終點在這邊齁 日暑美戰 有沒有... 從小跟歐巴馬有沒有... 日暑美戰 好... 這個... 去年4月23號發生的事情 24號... 對... 然後... 這... 這個不是... 歐巴馬不是真的 只是去那邊去逛皇宮啦 不是啦... 真正的目的在這裡啦 美國... 那個... 美國跟日本要簽署... 一起... 他們要開始用... 那個... 日美... 美日安保條約啦 他說這是美國總統首次明確表示 掉一台問題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這對五條啦 齁 這也是美國總統首次表明 資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他說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將在亞太地區 與日本緊密合作 再次發揮主導作用 歐巴馬說 我要親自主導 亞太再平衡的戰略 去年講的 好... 所以這一年當中 台灣人想說 啊... 喊喊而已啦 不要當作一回事 這一年當中 美國人跟日本人 做了好多的事情 鋪路 這就是我所謂的細節 這就是台灣人所不知的細節 好... 那個記者會發生了這件事情 有記者就問 中國如果以武力侵犯釣魚台 將視同對美動物 如果說是中華民國的武力侵入釣魚台 主權範圍內 也視同外國武力侵入啦 清楚了齁 我們的地位很清楚了齁 你要當中國人的 那你就趕快去投靠中國 想當台灣人的 日本台灣人的 就趕快往美日那個地方靠齁 好... 日本國會參議院特別委會 通過安保法 這是前天的事情 我就很興奮 我等了好久了這個 去年說要通過 今年 終於通過了齁 好... 最重要的是這個齁 有沒有 美國表示歡迎日本通過 新的安保法 現在有很多歐美的國家都已經 支持這個法案了 最早支持的是美國跟德國 接下來英國法國通通會出來支持齁 那麼中國的... 閉嘴 他們只...也不敢講 只能酸啦 請日本呢能夠 擅盡這個... 維持世界和平的責任耶 他也不講說這樣不行啊 之前煩... 煩得很厲害 好... 有沒有... 這個齁... 一定要掌聲鼓勵啦 齁... 台灣的... 國會... 國際地位正常化 沒有幾步錄了齁 日本參議院今天凌晨通過了安保法案 最後以148比90票通過 那... 那個台灣的媒體齁 平面媒體也好 那個... 新聞媒體也好 全部播那個打架的 他不播這個 全部都播打架的 有沒有 啊... 這個打起來了 你們看有打起來嗎 這個情形有沒有 沒有... 好好的啦齁 他們去播那個... 特別委員會有... 稍微有肢體語言 國會有肢體語言也很正常啊 對不對 台灣不是更厲害 都打到流血 對... 好 這個... 今天齁... 我們之前都只能... 奠奠的講 現在可以大聲的講齁 台灣民政府... 執政的時間... 指日可待了齁 不知道什麼時候 非常快 為什麼 關鍵就是這個 美國也在等這個 安倍也在等這個 所以安倍從眾議院一直到參議院 特別委員會一直到參議院 他都在場 在現場喔 獨軍喔 所信都已經通過了 來你們來看這個票數 148比90票 叫強行通過嗎 所以台灣的媒體說 強行通過 你知道有... 有三個在野黨 跟公民黨跟執政黨 支持這個法案喔 結果被他們說 強行 說不過去 真的說不過去 有沒有 日本先安保法案齁 在國會中議員過關的基礎上齁 也表決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先安保法齁 所謂解禁集體自衛權 過去自衛權 那個和平憲法 把日本的軍力 把他 他把四肢把它砍斷齁 如果 這個 如果日本是老虎的話 他的虎牙被拔斷齁 這個虎牙就是 集體自衛權 過去中國的飛機 中國的船艦 然後 經過 跑到 跑到那個 釣魚台附近這樣 晃 日本敢怎麼樣嗎 日本都不敢怎樣 只能說 你被人家親門大禍了 你們只能在那邊看 現在不一樣囉 你在 中國你的船艦 你的軍艦 你再來試看看 來一個 就打你一個 現在變這樣囉 不一樣 差很多 而且 還不止這樣 最新版的美日安保條約 可以允許日本 佈置在東海 連南海 都是他的管轄區域 也就是說 從東海到南海 包含什麼 台灣海峽 都是 美日 的 防守區域 那台灣 安全都啦 這樣啦 對不對 這個值得 值得 值得掌聲 因為 這是關鍵 你要跟人家談 你一定要有肌肉 你沒有肌肉 你要跟人家談什麼 人家鳥都不鳥你 對不對 好 主要有幾個法案 通過這個 國際和平自演法 自衛隊法 這個變成 變成國防軍了 武力攻擊事態法 武力攻擊事態法 就跟台灣有關係 所謂的周邊事態法 就是 這個部分更強強 也就是說 接下來 美日安保條約 要宣布的是什麼 之前是說 美日安保條約 第五條 包含釣魚台 對不對 只要這個 集體自衛前 這個通過 這個安保法 新版的 集體自衛前 在不久的將來 美國跟日本會宣布 美日安保條約 包含台灣 對 大家怎麼沒有反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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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灣 這邊的 軍隊 慢慢慢慢 可能會被美國軍事政府接收 那接管 應該 現在也是接管 像這次漢官演習 漢官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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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誰主導的嗎 你們知道嗎 欸 對 那明年的漢官演習是誰 誰規劃的 你知道嗎 誰標到的 你們知道嗎 AIT AIT就是 AIT的那個地位 有點像 過去的美國軍事政府 因為 轉成民間 所以他 他們的那個 從事人員 都是那些退將 退役的將領 那 明年 2016年 有一個更重大 美國的參議院 已經通過了 所謂的國防 預算 那個授權法 明年 美國的 那個什麼 那個國會 有要求 美國的 那個 行政部門 美國的國防部 說 讓台灣的那個 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 台灣的那個什麼 軍事交流 也就是說 太平洋艦隊 士林可以直接來台灣了啦 已經授權了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已經授權 就是 以前美國的 將軍啊 什麼軍人 是不能來台灣的 今年 上 八月份 美國的參議院 通過了 最高層的高級將領 可以來台灣 軍事交流 講是講軍事交流 實質上叫做 控制啦 你們聽得懂嗎 你們聽得懂嗎 事實上我們一直講說 中華民國 現在 其實只有台灣人 還在相信有中華民國國軍 沒有了 早就沒有了 連中國都認為 那個叫台軍 不叫中華民國的國軍 它叫台軍 他們都講台軍 台軍 連日本也說 那叫台軍 那台軍是指什麼 台軍就是指 未來叫做駐美 駐台 美國駐台的 那個 美軍 所以 這個轉型 照理講 如果你按照 就金山合約的第六條 中華民國早就要滾蛋了 不能在台灣了 為什麼 已經違反了 就金山合約 美國按照理講 要按正確形式來辦事的話 他應該要把 中華民國 把他請走 這個問題是 問題是發生什麼 問題就出在 請神容易送神難 你把一百多萬人移民到台灣來 結果呢 這些人怎麼辦 本來從 本來是一個單純的問題 變成一個人權問題 中華民國 那這些中國人就說 我的人權怎麼辦 請美國也要給我一個 所以美國的心理就在這裡 美國除了要解決台灣的地位 大日本帝國的那個 回到大日本帝國的那種 地位 那還要考慮到 人權的問題 這個 我們台灣人不會去想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 也不用我們民政府去想 那個是 美國的事情 所以不要煩惱中華民國 這些中國人的問題 人權問題 因為 全世界是認定 美國人要處理這個問題 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處理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 我們當然是美國金市政府的 當局嘛 台灣當局嘛 那這個當局 必於美國金市政府 當局下令說 你們要怎麼處理 那個是事後的事情 不是 現在要討論 現在之後 先回復到台灣地位更正常化 好 講到這個 美國人 美國人一直在嗆聲的 有沒有 你們沒有看到這個 羅素 警告中國 不要在亞洲地區 採取類似俄羅斯 吞併克里米亞的行動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報告 美國一直在操作這個 一直在操作 南海造島 叫做什麼 侵略 歐巴馬講的囉 已經是歐巴馬的層次囉 已經跟中國嗆聲說 你這個是侵略喔 要你自己把這個島造炸掉 要不然 我們會派飛機把它炸掉 要不然 因為現在美國 國防部也已經跟聯合國講了 這是侵略行為 現在美國在尋求歐美國家的支持說 這個侵略行為 我們必須要採取行動 所以應該第一階段 先從喊話開始 告訴中國 警告中國 趕快 回頭施案 回頭施案 你們趕快回來 如果中國還是強硬 第二階段 美國總統的功績就會下手了 如果中國還是很強硬 那這次 習近平不是要去美國嗎 歐巴馬還是也會重申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趕快這個南海的事情 你不處理的話 我們要處理 如果習近平很強硬說 不行 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 好 美國就會開始宣布 對中國經濟制裁 有人想說 這個美國敢嗎 美國怎麼會不敢 就是美國利益當然會敢 因為 經濟制裁對美國有好處 不會對中國有好處 經濟制裁 我跟你講經濟制裁很可怕 你的出口不能到歐洲 不能到相關的國家 像俄羅斯有沒有 他不是佔領那個克里米亞 後來被美國經濟制裁對不對 你看這樣俄羅普丁多慘 他想要打美國都很困難 為什麼 沒錢打什麼 打什麼仗 仗真是要錢的 所以 美國最擅長的是 用經濟戰來瓦解一個 一個大國 所謂的大國 大家就等著吧 經濟制裁 如果看中國的態度 如果中國願意退讓 退到他的本土 OK沒事 如果他不願意退讓 他要強硬 OK 天佑美國 天佑台灣 那美國就要出手 經濟制裁會是第一步 第一個階段 真的還是不行 美國就會出兵了 那經濟制裁進來的時候 到時候台灣的 美國的艦艇 進艦就會來到台灣來了 整個不 他們用不同的方式 讓你們台灣人看不懂 他就是進來了 就對了 像F-18那個是比較意外 F-18是我想進來就進來 不是嗎對不對 那下次他就用很多的偶然 很多的那個什麼 狀況 航空母艦 在東海岸 觸礁要到台灣 修理 也是可以啊 對 對 或者是美國的宙斯頓 喔 半路上 跟遺傳 插撞 要到台灣修 到左營金港 也可以 很簡單啊對不對 很自然啊 OK 事實上都已經進來了 像 空軍已經先進來了 那海軍 因為太大了 所以進來的話 被那個 軍事 那個 那種 軍事迷看到 所以 他們就會很 很小心啊 OK 那不是之前那個 花蓮不是看到那個 不明飛行物嗎 我看那個像 好像是 無人飛機 X-17B的那個造型 那全球音是 漢光的不一樣 全球音是這樣啦 全球音因為 所以 這一次是AIT 整個漢光是AIT 就是美國 因為 講白AIT就講美國嘛 美國軍事政府嘛 就美國 親自在 規劃 主導的啦 那 全球音上其實要搭配 我們那個天干機啦 就是那個 那個 HC要三棟 就是因為 要做Link 16 因為 如果你們 待會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我會給你們秀那個 紅旗金眼的那個畫面 那你們就知道了 全球音 天干機 航空母艦 宙斯頓驅逐艦 跟我們的 F-22 F-16 幻象 IDF沒有啦 IDF是自製的 所以沒有 這幾種飛機 F-15 這一些美國現役的飛機 它會結合它的數據鏈 也就是說 整個大區域裡面哪邊 有敵軍 它會告訴你說 那邊有敵軍 你們必須要做 試劇外的 準備 當他們還沒有發現你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發射你的 飛彈 導彈 就先把它擊毀 這就是美國的 整個Link 16 因為台灣當然是在美國的 戰列的範圍內 那當然 你台灣的這個 台軍 所謂的台軍 它的 現有的軍備 就必須要配合美國的 美國會發 頭盔給他們就好了 那頭盔就是 那個 老奶茶那個200萬美金 那個 那個很厲害 不會 F16的那個頭盔 現在是用 目視的嘛 未來 它就是易經顯示 它的屏幕 那個屏幕就在你的眼前 那 指揮系統在 關島或者是在宙斯頓 軍艦那邊 跑來跑去 指揮官說 好了鎖定 發射飛彈 你去發射飛彈 回來就回來 未來 美國的戰爭是這樣 它不是什麼 還要再給你纏鬥 那個是二次大戰的思維 OK 好 美國講了 美國總統親口講了 有沒有歐巴馬 中國南海作為是侵略 中國南海的事情被美國把它 把它 類別成 克里米亞的侵略 你想這個事情 會不會嚴重 很嚴重 所以接下來 會繼俄羅斯被美國 經濟制裁之後 中國又要被 美國經濟制裁 那時候的 中國跟美國 我 其實我不想把它 連結啦 中國現在的股災 會不會是 疫情性的那個 反應 我在懷疑啦 那是我個人判斷 因為我不是搞經濟的 這是我 純個人的懷疑啦 或許是被我蒙中了啦 如果是的話 是我不小心猜中了啦 好 歐巴馬已經把它規定了 好 接下來 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那個 那個 看畫面 你先把 放那個 那個 宙斯頓的 MK41 垂直發射架的那個 你看人家 這個 這個 待會他會寫 這個 垂直 不同的不同功能導彈 以對付不同目標 大大提高作戰效能 這就是宙斯頓 神頓級的 模塊化結構 使發射裝置的結構簡單 可靠性提高 而維護工作量大大減少 同時 整個系統安放在甲板下 不容易受到海水侵蝕 和作戰中敵火力破壞 進一步保證了系統的 它的發射架都是在傳 那個甲板下 國的宙斯頓艦裝備了MK41垂直發射系統 它能夠搭載與發射多種導彈 包括 淨化型海麻雀 短程對空防禦導彈 它是用那個 標準二型 這個腳架嘛 它全部都可以放在那個發射箱裡 全部都坑 標準三型防空導彈 阿斯洛克反潛導彈 以及戰斧巡航導彈等 在中東美國常常是這個 整個系統由八個或四個模塊構成 每個模塊又由八個模件組成 每個模件含八個導彈發射箱 導彈的更換和儲運一起進行 現在的周士頓戰隊 中國人呢 中國人比台灣人還清楚 這主要是 一個就是它的高發射率 因為大家都知道 裝了這個垂直發射系統呢 它的反應速度非常快 一般來說 它的這個反應速度 都只有兩秒左右 而且導彈的發射 發射率呢 一般是 每秒鐘就可以發射一分 第二個呢 就是它載彈量比較大 一般周士頓戰艦的 垂直導彈發射系統呢 它一般都可以 至少要載幾十枚 到一百多枚 第三個呢 就是它沒有盲區 實際上它是垂直發射以後 升空之後呢 再改變這個彈道 所以它不存在的 這個像傳統的這個 傾斜式導彈這種 存在的盲區 好 周士頓齁 其實 就是 中國有一個軍事專家 叫戴訓 他就在譯話說 宙斯 美國的宙斯頓 是在2017年才會到日本 結果今年就來了 也說這件事情提前了 宙斯頓 其實大家可能不清楚 這個宙斯頓齁 宙斯頓它這個 這個 驅逐艦齁 它是 它是屬於 航空母艦的護衛艦 剛剛講到的那個什麼 垂直發射器有沒有 以美國伯克級的那個 宙斯頓來講的話 它都可以有96枚 的那個導彈 放在裡面喔 那如果說它 因為就是 博克級有62艘 美國有62艘 按照美國的 就2020年以前 要把 這種船艦 60 62艘的60是多少 我們用30 用40艘就好 35艘好了 好不好 35艘可能太平洋 那個台灣海峽滿了 應該在太平洋那邊 繞南海這樣 東海這樣 那 那這個 可能大家沒有概念喔 在那次之前 不是我們去 處理那個菲律賓的 那個事情 我們不是派了紀德艦 結果菲律賓都不敢出來 有沒有 我們講說 台灣說 這個是最強 台灣最強的那個驅逐艦 你知道嗎 它的差別 它 跟這個的 有兩代的差距 因為紀德艦 在美國已經是淘汰的 那就拿給台灣 這個來用 好 其實 那個紀德艦 他姐確實很厲害啦 那個對付中國還是還OK 為什麼 它的差別就是說 剛剛有沒有講到 它96艘 可以每秒鐘一發嘛 也就是當中國的 東風21滴型來的時候 它就 先發個 二三十艘出去把它打下來 好 那這是一個 博弈啦 所謂博弈就是說 算是賭博啦 就是說 我的標2 一百二美金 那你的導彈 恐怕是比我更貴 所以我用這種 那是狼群的戰術 我 你一億的錢 我用五千萬給你換 或者是我用一百萬給你換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紀德艦是這樣 它也可以放那個 戰斧飛彈也可以 各種標1標2 我們的天公 天2天3 熊3都可以 但是它的差別 就在於它的速度 什麼速度呢 你知道嗎 紀德艦一次只能發四個發 四發 就是它 就算帶了一大堆導彈去 它只能 一次只能發四發 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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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不像宙斯頓這個 一次就全部給你出去 96枚 打完就走人了 你們這個有概念 有啦 OK 好 F22 那個多角度 那其實 最要提醒的就是 日本 有人發 比美國 宙斯頓更強的那個 那個 機器 待會兒我們再講 這架飛機是美國的F22 全世界唯一的 第五代戰機 超性能 這個叫超性能 這個 F16要降飛很危險 不同的角度 你們還記不記得那個 復興航空不是在什麼什麼河那邊掉下來 它就是這樣 拉得太大的時候就會 掉下來 對 第五代戰機 第五代戰機 可以稱為第五代戰機 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 超音速巡航 也就是這架飛機 從開始起飛到結束都用超音速巡航 假設它的超音速是2馬赫 它從頭到頭就是2馬赫 那比較現在的F16 F18 或者是蘇凱35 蘇凱27也好 各國 像標峰 那些歐洲的國家的戰機也好 它只有在推軍用 所以我們講的推AB的時候 我們汽車來講叫Turbo 推AB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到2馬赫 平常它沒有辦法 因為它推2馬赫的時候 是在纏鬥的時候才會用 要投命嘛 但是它不能 它最多只能用10分鐘 否則的話 發動機會燒掉 F22 做到了這一點 它可以重途 被 就是2馬號衝到尾 速度非常快 有一次啊 我的同學告訴我說 欸 那個 有沒有看到F22啊這樣 我說 你聽得到聲音 你就看不到它了啦 這個概念很簡單 從 從 自航基地到花蓮加山 將近兩百公里 你知道 F22要多久嗎 有沒有人知道 不用三分鐘 這個就有概念喔 你 你聽得到聲音 你絕對看不到它 因為當你聽到聲音的時候 因為這個超音速嘛 所以超音 它兩倍音速嘛 也就是你 你 你遠聽到的時候 它已經不見了啦 這個速度太快了 你怎麼可能看得到 只有運氣很好的時候 你要在秀林鄉那邊 你要開始等 等那個 不明飛行 你才會拍得到它 它太快了齁 第二個 就是它的超音速巡航 第二個就是超性能 超性能 就剛剛那個 可以跟 蘇凱27 蘇凱27最屌的就是 它可以 COPRA 也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看 紅旗中隊的那個 那個 紅旗軍演的那個 戰術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永遠必須 你 攻擊的對方 永遠要在被攻擊的後方 你才有辦法去攻擊別人 結果 蘇凱27 厲害就在這裡 它原來是被追對不對 它突然間它就 仰腳 仰腳 它就往別的地方繞了 也就是所謂的空中煞車 空中煞車 飛機可以煞車 你們知道嗎 空中煞車 然後後面的 來不及煞 它沒有煞車 能力就 那就超越了 就換它來去鎖定它 是這樣 它這個有辦法 所以剛剛那個 超性能就是讓你知道說 它有辦法 突然間就給你這樣子 它是有那個能力的 第三個就是它的 逆中 逆中也就是說 以中國的技術 那個雷達技術來講的話 中國的雷達來去 那個搜尋這個F22的時候 在它的 判讀方面 還不如一隻鴨的大小 也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去 確定這到底是鳥還是 是鳥還是飛機 他們沒有辦法去判讀 那這個F22它有一個名稱叫做 猛禽 也就是說 它是打頭陣的 你還沒有看到我的時候 你的金絲藥塞 全部都被我打掉 因為它可以 它可以 帶那些 那個嘛 它可以帶 帶那些 一些導彈 把這些 譬如是他們的 飛彈 飛彈部隊的那個 基地 先把你打掉 打掉之後 它就沒有了嘛 沒有了之後 它就進入無人之地了 因為中國的眾生很深 它不像 中東 比較淺 所以它 他們可能就是 會一直打到 打到後面去 因為 中國也不是 笨蛋啦 它一定會把它的導彈 很重要的導彈 不會放在沿海 沿海那個都不是 那沿海都是針對 船艦的 航空母艦 或者是驅逐艦 一定會放在那個 陝北那個地方 靠近蒙古那一帶 或者是新疆那一帶 因為它是長距離 可以長距離去發射 所以美國要 它一直想要打的是打這個 但是美國也不是 省油的燈啦 美國 如果這種 比較後 後面的這些導彈有沒有 美國用太空的方式把它打下來 太空的方式 有沒有X37B的那個動畫 X37B 好 你先找齁 第四個 就是 超省油的 不是這個 今天魚 不是這個 那不然 我用動 那個好了 好 你放那個V52 跟V1 跟V2 這個就是之前 長江市別器的時候 跑到中國 嗆一下的 就是這架飛機 V52 用掌機 你看 它是一個多可怕的武器 可以給它加快一下嗎 到那個V1那邊 這個算是R攻擊的那個 到那個A1 到那個A1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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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A1 B1 轟炸機 目前全世界唯一的超音速的 轟炸機 因為轟炸機一般都飛得很慢 好 好 好 我又不知道在丟什麼 太可怕了 好 好 最後 V2 轟炸機 再給它看一下V2 V2 V2 V2的 這個是V1 這就是V1 我預估是這個 會去打 去炸那個男孩 V2 單一的V2 最後我們來看V2 因為班長已經在催我了 V2 來來來 逆中的 這是逆中的 攝影機都震動了 好 最後 你們認為 要靠中國比較安全 對 美國還是霸權 美國 歐巴馬總統說 美國還要再稱霸 100年 100年 所以 他們在我們的內湖 金葫蘆100號 那個 租了200年 99年 叫99年 就知道 美國要在台灣很久 在台灣很久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今天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